DA有什麼優點,當然最大的好處是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去再重新輸入一次類似這樣的公式 因為它只是一個按鈕,做好以後的話就直接按一下清除 然後兩欄,這輸出兩欄,兩欄應該Ctrl向下應該會到60 然後如果是清除然後一欄的話,一欄應該是到120 我記得應該是沒錯,OK 126 然後如果今天我希望做出這樣的結果,像這樣的有三個按鈕的話,該怎麼做 那其實你可以拿上個星期的三字經來改 原理原則是一模一樣的 那首先的話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你還是需要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上面的箭頭其他命令找到制定功能區,這邊有開發人員 OK這個一定要先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一樣 如果拿上個禮拜的那個程式來改的話 那其實我改蠻簡單的 你可能要注意幾個原理原則 第一個的話,如果你 假如拿 這個上次上課的那個 來練習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總共因為上次我們有 八欄四欄一欄 那這一次我們可能不要做那麼複雜 我們做比較簡單的 大概就是 兩欄跟一欄 所以 我先把八欄先刪掉 反正就留三,三段程式 三段程式就是三個按鈕 那第一個的話,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也只保留下來,這沒問題 就Sales.clear 意思說,把裡面所有的資料清掉 那第二個的話,你也許先寫一欄 一欄應該比較簡單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把它 改一下 本來叫三字經的一欄 然後把它改成長橫哥一欄 OK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你會發現 我們如果要跑的話,一定是 從哪一列開始 從第一列,Ctrl向下 到120列 所以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技法 就是說 For I 等於1到多少 這個最後面這個其實是 它總共有起列的意思 剛好120,所以就梳例120 意思就是說 這個 I 指的就是說 你要從哪一列到哪一列的意思 然後呢 Enter兩下打個Netz 有沒有 那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個 哪個儲存格,就Sales 哪一列呢 那列其實就是 I 指的是第一列到120 所以它等於就是一個範圍 然後面的話就是輸出到哪一籃 因為 我只有一籃 所以是 A 籃 那後面的話呢 就一個公式 可是這個公式 你想說 那我要打什麼公式 比較OK 我跟各位講 其實甚至你可以拿 剛剛的這個 Column跟Raw 這邊的這個公式 直接來複製貼帳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它其實只有一個地方 不一樣 兩個地方要改 其他不用改 你把它複製之後 直接貼到Visual Better後面 那只要改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第一個 這個 工作表跟 它的 位置 儲存格 在VBA裡面 請你記得加中刮戶 這個開頭 跟結尾 給它刮一下 因為呢 如果你不刮 它看不懂 這個是 工作表 名稱 還有 它儲存格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改 另外還有一種改法 上個禮拜有用序詞 不過我覺得用序詞 好像比用 這個來的稍微是 麻煩一點 所以後來我 看了一下發現它其實是可以用中刮戶的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請你把 我們在函數裡面是用Raw小刮戶 那在這裡我是把它變成I 所以你直接把Raw小刮戶 改成I 就可以了 這樣 好改完了 兩個地方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要把剛剛的Current跟Raw 含這個地方做的話 複製公式貼過來 那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 工作表 跟儲存格外面加這個中刮戶 記得要是中刮戶 大刮戶或是小刮戶都不行 一定要是中刮戶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Raw小刮戶 改成這邊的I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了 來試看 OK 如果 理論應該說 應該沒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等於是說 假如你Current跟Raw OK的話 直接就拿來 稍微小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最後來跑跑看 當然我先執行清除 這邊有錯 多一個等號 所以你複製過來公司 不要等號 不然的話他會影響 他會 發生錯誤 所以喔 不要等號 從MID後面貼過來 然後改一下 最後的話呢 先清掉 再執行一下 你會不會OK 沒有問題 那一欄OK之後 你想說 那如果 兩欄的話呢 也是OK呢 所以假如說你最後 要把它改成 輸出兩欄的話 我一樣拿下面這個來改好了 我名稱 直接 也是叫 長橫哥 後面改成叫兩欄 長橫哥兩欄 然後這邊的話輸入 2 那你哪些地方不一樣呢 第一個不一樣 就是 你的列本來是要120 但是因為變兩欄嘛 所以就除以2 所以 他的 這個 總列數呢 由原來的120 改成60 好 第一個喔 第二個因為他有欄 那欄喔 我上個禮拜也講過 我習慣用追 來代替 欄喔 那總共有幾欄 其實有兩欄 所以 追 等於1到多少呢 到2就可以了 OK 有沒有 60列 兩欄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底下都一樣 Sales RE 都點追 公式 其實喔 跟各位講啦 其實你也可以拿 這個 Column跟Raw 剛剛我們做的這個公式 你拿他直接來複製貼 一樣可以Walk 試試看喔 複製的時候不要複製到等號啦 不然會出錯 取消 再切到Visual Basic這邊 把它貼上 那改的方法跟剛剛一模一樣 一請你把 工作表 跟 儲存格位置 前後加中刮壺 那第二個的話看到 Raw 小刮壺改成I 還有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 Column小刮壺 改成什麼 改成追就可以了 有沒有 其實啦 在這邊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我是把I這個變數 當成列 J這個變數當成 是藍 OK所以其實替換一下 應該就OK的 所以喔 我其實沒改很多地方 但是其實結果我來看一下 OBOK呢清除掉 然後 再跑兩藍看看 看起來好像OK 然後Ctrl向下 如果到60列的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也沒問題 所以啦其實剛剛這個VPA 大體上呢 如果是改成兩藍 會需要 多做 比剛剛一藍還多 第一個 For J 等於1到2 就是以後看你反正幾藍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要改成 3藍、4藍、5藍、6藍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要 套用類似的方法 其實也可以做出來 另外還有就是把Raw改成I 把Column改成J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原理原則 蠻接近的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有把 這個原始碼 因為這個比較困難 我要把這一段 複製之後 也有貼到那個雲端白板上面去 在這裡 OK 所以你們找一下長橫哥應該是在 第3頁的地方 第3頁的地方 那 今天的 這個 課程主要就是說 把上星期的三字經換了一個長橫哥 那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 做那個長橫哥的部分 但是 因為我是希望你們可以活學活用 所以 請你自己再去找一個 不是三字經 也不是那個什麼 不是長橫哥 那你要找一個 簽字文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其他反正就固定字數的 然後換一下 但你說老是那一定要兩籃一籃嘛 不一定啦 你說老是我想要做 三籃四籃五籃都沒關係 反正你就做個一個兩個 然後一樣的把 豆點啊 換行那些拿掉 然後 放到這邊 另外再 把它另存一下 可能存成另外的檔案 叫簽字文之類的 反正就是說 不要 做我們做過的啦 比如說你可以做 這個 這個其他的我想 網路上找應該還蠻多的 所以今天的話就是一個 長橫哥的一個複習 把那個上禮拜的 三字經做完 然後另外請各位 再去找一個 其他的那個就是固定長度的 這個這個文章 然後把它 一樣重新讓他排列 OK 試試看 主要啦當然我是希望你練習 三種方法 一個是 這個直接拿上面的編號 一個是用Column rule 一個是用VBA 試試看 那相關的那個 程式碼 畫面 我又把它放在 這個雲端上面 好 好